第71章,林国庆要结婚。人总是在骗自己,说死亡之后会到另外一个世界。那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年四季温暖如春,吃不完的粮食,喝不完的佳尿,以及永远爱着自己的爱人。 可是事实上,人死亡之后,绝对不会去另外一个世界,而且人在临死亡之前,是一个非常难受的过程。 窒息前的最后一刻,心中的无望,对于人生的不舍,对于亲人的思念等等,全部都汇集在一起。 只不过这一切,只会聚了那么0.1秒。然后,人就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到,我自己,又见到孙小青了。孙小青抱着,奔奔站在我的面前,孙小青在哭,奔奔在笑。 小家伙笑得非常见,就跟我以前如出一辙。仿佛在对我说,你看,该死的老爸,以后妈妈是我一个人的了,她再也不和你睡了,天天抱着我睡。 而孙小青眼中的忧怨,却在对我说,你死了,我们娘俩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好人,你给我回来。 镜头一晃,夏婉玉出现在我的面前。她依旧是那么妖娆妩媚,穿着一条薄薄的纱裙,裙下玲珑有致的身子,如同白笋一样,让人爱不释手。 我抱着她,将她压倒在床上,亲吻着美女总裁,抚摸着她胸前的两个大白兔。 夏婉玉脸色很红,就仿佛像是滴出水了一样。她眼睁睁地看着我,仿佛在对我说,好人,我要。 梦境,虚无,缥缈,这三种残留意识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突然明白,我并没有死,我似乎在做梦。 人死了之后,就是一堆烂肉,绝对不会在想任何东西。 而我现在却在想东西,甚至还在做春梦。 意识到这些之后,我就突然之间睁开了眼睛。 刺眼,第一感觉是异常刺眼的阳光。 等我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恢复正常之后,我就看到了站在窗前的美女警察,薛斌。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消毒水的味道表明这里依旧是病房,我稍微动了一下身子,却疼得呲牙咧嘴。 我张了张嘴巴,叫了一声,薛斌。 薛斌回过头看到醒过来的我,有些新味道,你总算是醒了。 我正了一下道,我睡了很久吗?薛斌告诉我,不久,七天而已。 我?薛斌并没有和我多说,而是将医生叫来,医生给我做了一个全面检查,见我无恙之后,就离开了。 薛斌去给我买了一碗小米粥,喂我喝了两口之后,我就问他这几天的事情,薛斌就简单跟我说了一下。 那天救了我的人,是薛斌。 那天所有的警察都出去封锁道路抓人去了,没有人留在医院里面。 只有被杀手一掌打昏的薛斌留了下来,薛斌被医生弄醒之后,也急着去抓杀手,可是他的配枪却不见了,他无奈之下就回到洗手间里面找。 结果路过病房的时候,却听到了里面有响声。 就在我闭上眼睛那一刻,薛斌破门而出,旋即冲了上去,薛斌住杀手的头发,就将杀手拽了过来,一套拳头打上去,直接上了背靠,将已经元气大伤的杀手制服。 而与此同时,薛斌也赶紧叫来医生,将我送到了急救室。 我被杀手勒住脖子长达十几分钟,呼吸早已经停止,送到急救室之前,都是薛斌在帮我做人工呼吸。 当然这一点薛斌并没有跟我说,所以我现在还不知道。 等到了急救室里面,医生更是立马给我带上呼吸机,做心肺复苏运动。 经过长达三个小时的抢救,我终于算是恢复了微弱的呼吸,从生死边缘线上面捡回来一条命。 不过由于我缺氧过多,造成了大脑内产生积水,所以我这一觉就睡了有七天之久。 听着薛斌说这些,我面色有些凝重,郑重对他说了一句,谢谢。 薛斌笑了笑,并没有回答。 我又问他,那个杀手到底是什么人,调查出来没有? 薛斌点了点头道,名叫纳蒂亚,国籍不明,被国安局外事部带走调查。 我大惊失色,国安局? 薛斌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笑着说,他们的权力高,而且纳蒂亚涉外,所以事情自然要交给他们处理。 我心中呵呵冷笑,这事情指不定要怎么处理呢? 张家一定在关注这个事情,到时候再给我安排上一个涉外间谍, 那我可就和刘薇薇一起吃牢饭去了。 好不容大难不死,没想到到头来还是给别人做了嫁衣,这事儿弄得真凑蛋啊。 我随口问薛斌,那国安局调查出来什么没有? 我作为受害人,有权知道纳蒂亚的事情吧? 薛斌摇了摇头,看着我的眼睛认真道,你无权知道。 我,我还想问些什么,薛斌却站了起来,对我说,好了,你醒过来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我现在要离开,再见。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薛斌就离开病房,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他还回过头,脸上难得露出一丝笑容道,不对,是再也不见。 我躺在病床上面,心中气愤不已。 这事情闹到现在,我这个受害人倒成了不知情者了,就尼玛知道杀手叫纳蒂亚,可是名字管个毛用。 操,我他妈还叫好人呢,不过我他妈可不是什么好人。 我简直气炸了,都忍不住抱了粗口。 可是也没有办法,我现在受了伤,还需要继续躺在病床上养一个星期。 而且由于我受了伤,不方便行动,我还要请一个保姆。 这些事情都需要人来做,不然我拉屎撒尿都要在床上了。 我不想给孙小青打电话让他过来照顾我,因为我知道他来了,肯定会担心我。 所以,我只好找到护士,让护士帮我请一个保姆照顾我。 可是保姆还没来,我就接到了一个久违的电话,林国庆的电话, 老四,这一段时间在哪儿呢?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操,我怒骂一声说,别提了,我差点被整残了,在解放军医院,你快点来看看我吧,我都要尿床上了。 林国庆嗨嗨一笑说,你尿床上好了,到时候我直接发微博,然后你就成了名人了。 到时候各种尿不湿纸尿库全找你代言,你代言费一年几百万,都不用工作了,直接做家里养老吧。 你妹?我怒了。 林国庆却收敛住笑容道,跟你说件事,我要结婚了。 第七十二章,满银慈悲。 听到这个消息,我豁然从床上坐起,不料却触动了身上的伤口,饶是这样我还是忍着疼痛说,我操,不是吧? 老大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真的? 林国庆轻描淡写两个字。 我正在原地,吞了一把口水,结结巴巴道,结,婚,婚。 林国庆颇有些无奈道,行了,你怎么跟老二一个得性了,因为政治需要,我要和温小巧结婚,本子已经领过了,我们两个商量之后,决定办一个婚宴,就请你们几个兄弟,你最近在首都对吧? 啊?我还是有些难以置信,反应过来之后赶紧说,对,我在解放军医院。 林国庆恩了一声道,这样正好,刚好我家就在首都,直接在首都办好了。 我让老三和老二都过去,到时候,咱们兄弟四个一句,就齐活了。 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好,犹豫了半天,才跟林国庆说,国庆,婚姻大事不能儿戏,你不感觉你这么做,有点草率了吗? 林国庆没有在电话里面多和我说,而是随口道,见面再跟你解释,我现在还有一个会。 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我躺在床上看着手中的电话,有些无奈,林国庆就这么突然之间要结婚了。 就跟张小军是一个母字刻出来的一样,这两个人,一个娶了个富婆,一个娶了个高官子女,这还真是为了往上面爬不择手段啊。 不过相较于张小军,林国庆毕竟和温小巧是有爱情做前提,所以,对于他们两个,我也只能祝福。 两天后,张小军率先从香港飞到首都,然后是苏东坡从部队乘火车赶到了首都西站,最后这家伙在西站转了半天,花了十块钱找人问个路才出来。 结果这家伙出车站到了西直门历礁桥之后,整个人在桥上饶了三个小时才离开。 从此之后,苏东坡认为,如果外国军队想要入侵我国首都,就让他们从西直门历礁桥过,别管是在牛逼的导航,在这里都没用啊。 他们两个相继到了首都,可是我还在病床上躺着呢。 我腹部中了五刀,大腿上面被砍了两刀,后心还有一刀。 这些刀商想要好起来,最起码要个把月,不过由于我昏迷了七天,所以现在坐在轮椅上面,还算是能来去自如。 几个月没见他们,再次见到张小军,我目瞪口呆。 张小军穿着一身考旧的休闲衫和一条长裤,发型也变得十分具有男人味和上位者的气势。 脚上踩着一双棕色的皮鞋和上衣十分搭配。 猛然一看,我险些没认出来他。 婚姻是一座坟墓,却又是一个工厂,它能够让人驱除掉所有陋习和不良嗜好,让人变得成熟。 最起码对于张小军来说,婚姻就是如此。 张小军见到我之后,冲过来给了我一个熊抱,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我,笑哈哈说道, 老四,这几天没见,你呀都快残疾了。 说,这是谁整的,搁几个帮你教训他去。 我笑了笑没说这件事情,如果将这件事情说出去,恐怕张小军这暴脾气又该忍不住了。 我问了一下张小军婚后的生活,张小军简单说了一下。 他现在和徐若云在香港做贸易,手下有一个贸易公司。 说白了,他和徐若云干的是走私。 走私汽车,黄金和钻石。 听着张小军说的种种,我心中也是颇为欣慰,他能找到这么好一个媳妇,是他的福气啊。 和张小军聊了三个小时,终于在西枝门利礁桥绕出来的苏东坡才赶到病房。 刚一到病房,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起来了,骂骂咧咧道, 操,咱中国不但有八大奇迹,还有世界第九大奇迹,那就是西枝门利礁桥。 我们两个囚了他一番,他才擦了一把汗沾了起来,露出瑟瑟的笑容道, 老三,这次弟妹没跟你一起回来吧? 张小军随口一笑,道,没有。 苏东坡一双小眼睛里面全都是兴奋, 晚上你安排一起去三里屯玩外围去吧,一泡三四万那种,让哥哥也开开婚。 滚搓。 张小军和我同时朝苏东坡竖起了中指。 苏东坡翻了个白眼,掐着腰怒骂道, 你们三个不务正业吊锅的已婚老男人, 整天不思进去,就知道酒池肉林, 以抱着美女老婆在家里XXOO为乐, 一点都不知道以身作则,相敬如宾,完全没有我单身屌丝的傲气风骨, 对于你们这种人,我只想说八个字,求弟妹介绍女朋友。 我和张小军都无语了。 张小军打去他道,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叫苏东坡了, 原来你是个大文豪。 苏东坡一甩头上的板寸,风骚无比道, 以后请教我,文豪先生。 晚上他俩推着我找了个小饭店吃了一顿, 然后又一起在三里屯喝了一会儿酒。 看着三里屯穿着奇逼小短裙风骚出没的女人们, 苏东坡心中倍感压抑。 我国的年轻人竟如此腐朽, 晚上不到图书馆温习功课, 不好好看一本书, 竟然打扮得那么妖野, 出没声色场所, 祖国未来何在, 民族富强何来? 每念至此, 我的心中, 总是充满了忧伤。 以上是苏东坡在三里屯某酒吧卡座上面说的一段话, 当时周围方圆五米之内的人, 全都朝他投来目光, 在他们的目光中, 我只看到了两个字, 二逼。 我和张小军见状, 赶紧带着大文豪离开了酒吧, 张小军推着我的轮椅, 苏东坡提着一瓶酒走在我的身旁。 三里屯的夜晚是属于那些夜店酒吧的, 没有人注意那天空中的一轮小月, 苏东坡看着天空, 楠楠说道, 就剩下我一个了。 你不是要追高圆圆吗? 追上了没? 我随口问他。 苏东坡摇了摇头说, 别提了, 我刚进入雄鹰特种大队, 人家就高升了, 肩膀上面扛了两个星, 忠孝。 努力吧。 我随口道, 其实我自己现在也陷入了困境, 不过我也只能鼓励他, 毕竟人不能退缩, 总能往前面走不是。 林国庆在第二天带着温小乔抵达首都, 他一共请了五天的假, 婚礼在第三天举行。 我们兄弟四个可以一起玩两天。 我们齐聚首的第一天, 就一起喝了一个鸣鼎大醉, 苏东坡拍着林国庆的肩膀说, 你说你结婚那么快干嘛, 不是说好了一起结婚的吗? 显然, 这家伙已经喝醉了。 实际上, 昨天晚上这家伙就已经喝醉了。 人生得意须尽欢, 可是失忆的时候, 不更需要借酒交仇吗? 我们弟兄三个看着趴在酒桌上面的苏东坡, 莫不是满淫此杯。 第七十三章, 全眸高手。 一杯酒饮下, 喉咙都在发烫, 可是心里面却是暖融融的。 林国庆斜腻着坐在轮椅上的我, 一语道破说, 小四, 你这伤来得不容易吧? 我知道什么都瞒不过林国庆, 淡然一笑点了点头。 林国庆叹了口气道, 能置身去叙利亚救人, 恐怕你也是毒一份了。 我不管你怎么受的伤, 但是我要问你一句, 你拿我们当兄弟不? 我点了点头道, 自然。 林国庆说, 既然你拿我们当兄弟, 那你就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兄弟都要被人整残了, 我们几个绝对不能袖手旁观。 我沉思良久, 说,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 那你估计也知道, 这次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你有什么看法? 林国庆睿智一笑, 道, 小时候我跟张有道上过一个小学, 那时候我上五年级, 他上一年级。 我对他们家了解无比, 这次这个杀手一定是旭国政府方面派过来的, 但是为了避嫌, 这个杀手绝对不专业。 不然你绝对不可能活着, 而旭国之所以敢派人过来杀你, 原因也非常简单, 国内有内应。 这个人一定是张天明在军方的二哥张卫天。 林国庆一语敲定, 我猝着眉头问, 不应该啊, 那警方怎么样救我? 如果是张家的人想要我死, 警方肯定不会那么迅速到场。 张家并不是想要你死, 高层博弈, 生死都看淡了。 他们想要的, 是你手上在续国的那个东西, 说简单一些, 他们想将你手中现在的底牌抽走, 所以, 他们一方面帮助纳迪亚杀你, 一方面又反过来阻挠纳迪亚杀你。 但是到了最后, 纳迪亚失控了, 所以他们才会将纳迪亚抓走。 不过纳迪亚已经起到了他的作用, 那就是敲山震虎。 这样一来, 他们利用了续国, 打击了你。 而续国方面, 也因为这件事情警告一些国家, 这叫做双赢。 林国庆有条有理分析道, 我听了之后, 心中无比惊骇, 急切问道, 那我现在怎么破局? 林国庆用手指沾酒水, 在桌子上面写下一个禅, 凝视了一会儿说, 想要破局很简单, 你小舅子不是去了中东, 你背后有老狐狸支持, 你让你小舅子在中东闹出点动静, 让张家紧张, 而在国内, 我们也不能干等着, 既然张家出招了, 那我们也要反手打一个痛快。 怎么打? 我问。 林国庆笑着道, 张家有一个在首都举重若青的会所, 承办这个会所的人是张家的一个外戚, 他们既然联合杀手, 那么我们也联合地头蛇, 以暴制暴。 而且, 你那个小情人什么记者不是被带走调查了吗? 你也可以利用这件事情来塑造舆论宣传。 听着林国庆的办法, 我脑袋飞快转着, 心中更是拨开乌云见明月, 这办法简直太好了。 我竖起大拇指道, 牛逼, 不愧是当官的, 说起博弈斗争一套一套。 林国庆摇了摇头, 端起酒喝了一口说, 我这只不过是小办法, 如果换到全谋高手中, 这是可以蛇吞象的。 我有些惊骇。 张小军则在一旁聆听着, 听完之后他玩味道, 其实这件事情, 真可以蛇吞象。 我有些惊诧地看着张小军。 张小军则沾酒水, 在桌子上面写下一个天, 然后说, 老四, 如果你胆子够大, 你完全可以联合老狐狸, 和张家明着斗一回, 张家尽管家大业大, 但是如果你能够借来美方的事, 那么蛇吞象, 也就不是那么难了。 不过, 前提是你在中东的人, 有所建树。 我脑袋一正, 露出一丝笑容。 林国庆玩的是洋谋, 而张小军玩的则是阴谋。 这两个人, 真是一个比一个狠, 而且, 他们的办法, 一个比一个刁钻。 不过张小军的办法, 尽管听上去挺好, 但是运作起来不确定性太多, 不如林国庆的办法, 实在稳定。 所以, 我还是选择了林国庆的办法, 林国庆是皇城根下的子弟, 在首都有人, 所以, 我们只是随便一商量, 就决定明天行动。 商量完这些事情, 我又小拙了一口, 问林国庆, 怎么突然就准备结婚? 林国庆沉闷道, 我马上要被下放, 组织上需要我结婚, 所以, 我就和小巧商量了一下, 他也同意, 所以我们就准备结婚。 我眉头一皱, 有些不解。 林国庆却说, 上面又要有动作了, 所以老板要赶在动作之前, 给我一个前程, 至于我能不能走上巅峰, 接下来就看我自己运作了。 我点了点头, 算是了解。 张小军则问, 你到什么地方, 当什么官? 华河县, 县长, 郑楚吉。 我嗨嗨一笑, 道, 得, 我也有个郑楚吉的兄弟了。 林国庆摇了摇头诉苦道, 别提了, 实话说, 这官当起来受罪, 还没去华河县, 我就头疼了。 华河县名义上是华河市, 县级市。 但是, 这是一个省里著名的贫困县市, 光复县长就有十个, 我被下放过去, 他们还不如狼似虎将我撕吃了。 张小军举起酒杯, 说, 别诉苦了, 为了明天, 干杯吧。 酒杯撞击在一起, 已经睡着的苏东坡打起了呼噜。 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左右, 在首都二环内某个会所中, 一伙蒙面大汉, 提着棒球棍就冲了进去, 迎面一个人高马, 身材巨胖的胖子, 一脚踹倒门厅里面那个巨大的翡翠屏风, 这个价值千万的屏风, 顷刻间碎成一地。 保安想要上来阻挠, 直接被大汉一脚踹飞, 撞在墙上昏死过去。 大汉们来得快, 走得也快。 杂电只持续了五分钟, 一伙人就如同潮水一样退了出去。 等会所里的人反应过来, 只留下了一地狼藉, 那里还有暴徒们的身影。 而在另一个会所里面, 我们四个以及温小巧和林国庆的兄弟们坐了三桌, 一起吃吃喝喝。 这些人都是首都出了名的衙内, 大部分都在皇城根下混日子, 也有开店开酒吧的, 说白了, 都是有钱有权的人。 他们砸了张家的生意, 张家如果要是真查, 那可就真把人给得罪完了。 而且很明显, 如果他们要是查了, 我肯定也不能让他们好过, 毕竟纳迪亚到底是怎么找到我的地址的, 至今国安那些人还没有查出来。 而且, 根据林国庆所言, 张家在国安里面的势力仅限于很小一个部门, 如果真要捅破天, 对张家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们正在吃喝的时候, 在一座四合院的房间里面, 一个男人拿着电话站在窗前, 看着院子里面的大槐树, 脸色阴沉无比, 但是却没有多说些什么。 最后, 男人只是说了一句知道了, 然后就挂断电话。 男人沉思良久, 又打出去一个电话道, 老罗, 最近管理严一些, 别走漏出什么风声。 老罗赶紧答应下来, 男人挂断电话。 重新回到书桌后面坐下, 看着桌子上面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脸上出现了一丝落寞。 人生最痛, 莫过于老来丧子。 第七十四章, 清点。 温小巧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根据我与她短暂的接触, 我发现她非常普通。 不关心国际时政, 也不关心林国庆的前途。 她感觉林国庆这个人有情有义, 靠得住, 值得托付一生, 于是就嫁给林国庆。 做她千年共枕眠的妻子, 准备与她白头偕老。 相较于林国庆从小到大都喜欢的张琳, 温小巧可以说是差到了极点。 哪怕是比家事, 张琳也比温小巧高上好几个等级。 甚至就连是容貌, 她都比不上张琳, 气质上面她更比张琳差了两三个等级。 可是, 她却有张琳所没有的生活观念, 那就是女人理应相夫教子。 他们两个的婚礼, 简单。 简单到了极点。 没有正婚人, 没有豪车, 没有嫁衣, 甚至就连酒席, 都是在一个异常普通的饭店里举办的。 在座的人只有林国庆, 以及林国庆家里的一位长辈, 以及我和张小军, 苏东坡我们三个。 一对新人, 四个朋友。 一桌一共十道菜的婚宴, 这就是一位父亲是现任省部级官员和家族爷爷 曾任副国级领导新人的婚礼。 说这是婚礼, 倒更像是请客吃饭。 温小巧化着淡妆, 穿着一条大红色的裙子, 坐在西装革履的林国庆身边。 两个新人郑重地端起酒, 每个人敬一杯。 四杯酒下肚, 温小巧脸上戴上一抹红韵。 我们兄弟三个, 眼睛里面全都滚动着眼泪, 偷偷擦了去, 继续谈笑风生, 祝他们早生贵子, 百年好合。 哪一个女孩子, 不希望披着洁白的嫁衣, 被心爱的男人, 骑着高大的白马娶回家? 甚至, 就连家里穷得叮当响的人家, 迎娶新娘的时候, 哪怕是借钱办婚礼, 都要风风光光体面一回。 可是他们两个有能力举办重大的婚礼, 却没办法去举办。 关键时刻的婚礼, 就是这么仓促。 一顿饭吃了一个小时, 这顿简陋的婚宴就结束了。 温小巧先行回到在酒店准备好的新房里面, 而林国庆却将家里的长辈送走, 然后又过来和我们见一面。 说了一些事情, 就回到酒店里面。 他兜里, 带着一颗钻戒, 到了酒店房间里面, 将钻戒取出来, 单膝跪在温小巧面前, 托起他的手说, 巧儿, 后悔吗? 温小巧摇了摇头说, 后悔有什么用, 早就是你的人了。 林国庆并没有表忠心, 也没有说爱他一辈子的话, 而是将他抱在怀里, 说, 我是一个老实人看, 我名字就看得出来。 温小巧风情一笑, 推开林国庆, 看着他的眼睛, 毛子里面露出一丝丸味道, 吃亏的都是老实人。 林国庆躺在大床上面, 仰望着天花板, 想起了他当秘书, 这一段时间以来的点点滴滴。 从他到郑州之后, 温小巧帮忙让鸦鸦入托, 然后他回请温小巧吃饭, 一来二去, 最终却走到一起, 成了修了千年共枕眠的夫妻。 可是这婚礼, 这道传承了几年前的礼仪, 却太仓促, 太简陋。 温小巧怎能看不穿林国庆的心思, 他躺在林国庆壁弯里, 对林国庆说, 我嫁的是你这个人, 不是婚礼上面的车。 我就是一个宁可坐在自行车上笑, 不愿坐在宝马车里哭的傻女人。 我对婚礼的理解, 就是相爱。 这个社会太浮躁, 我见过太多因为有钱而丧失道德的人, 我也见过太多因为没钱而走上犯罪的人。 可是我仍相信, 情比金尖。 有感情一起吃窝窝头都香, 没感情哪怕天天龙虾鲍鱼, 都难以下咽。 林国庆笑了, 他说, 可是不还有一种可能吗? 你喜欢的人能够天天给你提供龙虾鲍鱼, 让你吃一个饱, 吃个够。 温小巧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只是不想让他太累。 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时, 何须多言呢? 嬉嬉索索的脱衣服声音, 耳鬓撕磨的声音, 以及温小巧那诱人的鼻痘声和交呼声, 汇聚都一起, 最后都成了两个字。 清典, 在床上, 这永远是一个反义词, 只能激发男人根谷里的狂野与咒风暴雨般的激情。 林国庆和温小巧第二天离开首都返回郑州, 苏东坡和张小军更是在林国庆婚礼之后就乘机离开。 我身上的伤并没有好利索, 实际上这几天酒喝多了, 身上的伤口更不容易愈合。 看着兄弟们一个又一个结婚, 成家立业。 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总是在说青春一去不复返, 可是等到真的成家立业之后才发现, 其实青春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罢了。 只存在于梦境之中, 那是一种对于社会的未知和懵懂以及荷尔猛迸发出的激素。 经历时疼痛, 事后却只剩下带着忧伤的回忆。 张小军走之前对我说, 马晓丹还在香港, 他见到过一次。 我没有问张小军马晓丹在香港做什么, 我只是轻轻说了一句知道了。 张小军到香港两日后, 一篇标题为《战地英雄》, 刘微微的报道在苹果日报, 太阳报, 东方日报, 明报。 这四份香港报纸上面刊登, 这篇文章详细写了 刘微微去叙利亚报道新闻的事情, 然后又写了刘微微现在被抓起来审问的事情。 随之, TVB, ATV这两家电视台也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 一天之后, BBC转载了TVB的报道。 旋即, 在推特上面, 这件事情也被热门传播。 并且, 张有道的身份也被曝光, 一篇标题为《请不要让这份红色感情变为黑色的文章》在网络上面被热门传播。 而这一切幕后的推手, 则是徐若云。 他在香港媒体界, 有着无与伦比的关系。 其实我知道, 张天明不是因为儿子死记恨刘微微, 而是因为他想要借着儿子死这件事情, 拿到我手中的底牌。 不过, 现在我这一套组合拳打痛了他, 很快这个消息在国内也被传播开。 张天明无奈之下请老罗辟谣, 可是一个人, 怎能抵得过网络上所有网民的力量呢? 再说了, 刘微微的事迹在CCTV里面传播甚广, 许多同行也都十分尊敬他。 某著名主持人更是在微博上公开声援刘微微。 局面很快就不受张天明控制, 最后闹得满城风雨, 张天明那点全是根本无法再压下去的时候。 又一件事情突然爆发, 成了彻底压垮张天明的最后一根稻草。 BBC驻叙国记者传回最新消息, 反对派武装者在和政府军一次交战中, 以少胜多, 战胜了政府军, 并且在政府军手中缴获了一批化学武器。 这些武器原本是要用在战争中, 但是却因为某些原因没有用。 这批化武炫即引起众多人的关注, 但是最重要的是, 拿到这批化武的人, 是孙友波和灵鬼化。 事情传回国内, 第二天一早, 官方就传出消息, 刘微微被无罪释放。 第75章, 狂野一夜。 张天明这次是真被我这只小家桥 啄了眼睛, 本以为能抽走我手中的底牌。 谁想到, 到头来反被我将了一军。 我是从一个大院子里面将刘微微接出来的, 这个大院子外面挂了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食品公司。 让我感觉到有些意外的是, 我接刘微微的时候, 遇到了曾经照顾过我的薛斌。 薛斌见到我, 并没有感觉到意外, 反而是冲我神秘一笑, 对我说, 本以为再也不见, 没想到, 竟然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说完, 他就转身离开了, 并没有打算和我深入交谈的愿望。 我也懒得理他, 接到刘微微之后, 就离开了这座特殊的食品公司。 刘微微神情有些憔悴, 开车带他回亚洲大酒店, 给他放好洗澡水, 让他自己洗了个澡, 躺在床上睡觉。 而我则坐在一旁的沙发上面, 沉思着这件事情。 对于张天明来说, 事情绝对还未结束。 现在我手中的底牌, 变成了孙友波手中的话舞, 而张天明手中的底牌, 却是张家背后深厚的底蕴, 以及张有道的死亡。 还有一条最重要的底牌, 就是我发展得太快太迅速。 而且, 有一条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 我的背后是老狐狸。 老狐狸不是金官, 他是地方官。 尽管他手中权势极大, 但是相较于诸侯, 更容易给古代帝王进言的 还是皇帝身边的太监们。 要不怎么会有明朝宦官当道的场景呢? 而且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纳迪亚被抓获之后, 到现在还没有被审理。 我沉思了两久, 想到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我给霍华德打了一个电话, 直接对他说, 话舞在我的手上, 要送给他。 霍华德听了之后, 震惊无比, 不过他却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他知道, 伴随着利益而来的, 往往是付出。 他笑着问我, 好先生, 恐怕您有事情要对我说吧。 我也不隐瞒他, 我找他, 本来就是为了合作。 我直言道, 话舞可以给你们, 但是那只翱翔在空中的鹰 我需要在我的手中, 再保存一段时间。 另外, 我希望你能帮助我在续国的那些人, 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势力。 当然, 是暗中帮助。 不过, 我最希望的事情, 还是霍华德先生能够来我们的首都, 与我共进晚餐。 我改日看看行程吧。 霍华德十分礼貌地回答我。 我点了点头, 挂断了电话。 我找霍华德合作, 有两个原因。 其一, 话舞是一个双刃剑, 话舞不但能够让张天明忌惮, 更能够成为张天明打击我的理由。 老狐狸曾经对我说过, 宁可不要天才, 也绝不要叛徒。 这也是某些私人企业培养员工的一个核心理念, 宁愿要笨一点的员工, 也不要有能力。 但是一旦有了某些成就之后, 就随意跳槽的员工。 而在古代帝王制度中, 就有一条制度叫做薛藩, 薛若诸侯。 而现在, 我就属于那种有点跳脱的员工。 其二, 我将话舞交给霍华德, 等于是借助了美方的势力, 来巩固我的地位, 一旦我成为了某些关系中的纽带, 那么, 即便是我强大一些, 上面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且这些话舞留在我的手中, 的确是浪费。 交给霍华德, 不但做了一个人情, 也能够让霍华德带回去邀工, 证明和我合作没有错, 让他背后的老大对我信服。 这么一个一举多得的事情, 我为什么不做呢? 想到这里, 我嘴角挂起了一个睿智的笑容。 刘薇薇似乎很困, 我早上将他接回来, 他一觉睡到了午夜十一点。 醒过来之后, 躺在床上, 盖着被子, 也不说话, 睁着眼睛看着远方, 眼睛里面带着一些可怜楚楚。 我坐在他的身边安慰他, 一切都过去了。 刘薇薇抬起眼看着我, 他的眼睛里面充满了肯定, 他对我说, 没有过去。 好人, 你知道他们怎么样审问我吗? 我进去这些天, 他们从没有一天让我睡着超过两个小时, 每天都在问话, 都在栽赃, 都在将脏水往我身上泼。 我了解小张这个人, 他心地不坏, 也不善良, 但是他能够在危急关头救了你我, 我很感激他。 可是现在呢? 我感觉, 如果当时是我死了, 该有多好。 我抿了抿嘴, 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人生有时候真的很变幻莫测, 当年那些为了抗日付出过鲜血和生命的将军, 恐怕也不会想到他们会在十几年后死在那些学生手中。 就好像是刘薇薇在续国奋战在一线报道, 还险些丢了性命后, 回到国内, 却被人疲劳轰炸, 突击审讯了将近一周。 我抚摸着刘薇薇的脸颊, 问他, 你接下来准备做什么? 继续做记者。 刘薇薇坚定地摇了摇头, 眼睛中却又有些闪烁道, 我不知道。 我有些无奈, 刘薇薇突然握住了我的手, 将我的手放到了他胸前的玉兔上, 然后说, 你能感觉到我的心跳吗? 我,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能够感觉到他胸前两个玉兔的柔软与肩挺, 但是心跳, 是真的感觉不到, 我摇了摇头, 感觉不到。 刘薇薇却红着脸问我, 那跟孙小青比, 是我的胸大, 还是他的胸大? 这是一个没有可比性的问题, 如果单从个头上面比, 孙小青比刘薇薇大, 那是因为孙小青生过孩子, 女人生过孩子之后, 胸部都会二次发育。 但是, 从触感以及整体情形来看, 两人是各有千秋, 完全没有任何可比性。 不过我情伤并不低, 刘薇薇这时问这话, 她话中所包含的意思, 早已呼之欲出。 我想要抽回手, 刘薇薇却无比坚定坐了起来, 抱着我就将我压倒在了床上。 被女人逆推, 我有些诚惶诚恐, 实在没想到是这种节奏。 其实我真不是一个正人君子, 我只是在犹豫到底该不该上, 上了对不起孙小青, 不上对不起刘薇薇, 摸了刘薇薇又不上, 那就是两个女人都对不起了。 而且,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刘薇薇比我想象中要狂野许多。 我所经历的女人中, 夏婉玉是温润如玉, 风艳多汁。 孙小青是清香百合, 最不容易出激情, 但是也最耐看。 而刘薇薇在床上, 则是一个狂野娇娃, 有点像安吉丽娜, 朱丽。 古时候有柳夏慧坐怀不乱, 其实我知道, 柳哥性功能有问题。 因为她没有遇到刘薇薇, 在禽兽和禽兽不如之间, 我最终还是向禽兽不如妥协。 当我将刘薇薇身上的衣服脱下的时候, 略带古铜色的肌肤, 以及大腿上紧湿的肌肉, 让我深切地体会到, 狂野到让人畏惧的滋味。 第76章, 那一句悲伤的嬉戏。 狂野, 野性的魅力。 或许是因为刘薇薇这两年, 游走在中东和非洲, 她的身体就好像是一直有诱人的豹子, 一样有力。 但是当我触碰到那层膜的时候, 我挣了一下, 有些惊讶问, 你第一次? 此时, 刘薇薇脸颊飞红, 眼睛紧闭着, 眉头促起, 似乎有些难耐。 听到我这么问, 她就急切地说, 我以前上学没有谈过男朋友, 后来又没有机会谈。 我有些无奈, 臀部肌肉一紧缩, 用力征服了身下这个女人。 刘薇薇揪着被单, 脸颊上全都是细腻的汗水, 表情很痛苦。 不过很快, 这种痛苦就变成了一种渐渐的笑意。 后来, 她抱紧我, 发出了若有若无的声音声。 男人女人之间, 也就是那么一层窗户纸, 那么一点事。 说简单一些, 那就是十分钟的前戏, 半个小时的憨战, 十几秒的痛快。 事后, 刘薇薇躺在我的臂弯里, 没有跟我哭诉, 让我对她负责什么的。 都不是小孩子, 狗血言情小说里面那一套, 永远不会出现在现实。 她既然决定要和我发生关系, 那么想必她也一定全都想好了。 所以, 我只是赤身国体抱着她, 嗅着她发烧的洗头发水味道, 说了一句, 真香。 激情之后的刘薇薇, 由一只狂野的豹子, 变成了一只温顺的猫咪, 躺在我怀里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 她的肚子里面, 传出咕咕的叫声, 我才想起来她睡了一天, 醒来之后就跟我激情, 到现在一点东西都没吃, 我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下道, 起床, 我带你吃点东西。 刘薇薇穿好衣服, 整理了一下自己, 扭了一下屁股说, 我怎么感觉那么别扭。 哪里别扭? 我问她。 刘薇薇看了看自己的腿, 说, 腿。 我翻了个白眼, 刘薇薇笑嘻嘻地拉着我的手臂, 对我说, 小浩子, 你准备请姐姐吃什么? 三只儿。 我见笑着说。 刘薇薇果然没听说过这道菜, 疑惑问我, 什么是三只儿? 我轻了一下嗓子说, 就是刚出生还活着的小老鼠一盘, 调料一盘。 食用者用筷子夹住活老鼠, 老鼠会这儿地叫一声, 这是第一声, 收到调料里时, 老鼠又会这儿一声, 这是第二个这儿, 当放入食用者口中时, 老鼠发出最后一声这儿, 一共三声, 顾名三只儿。 菜谱简单, 用料新鲜, 怎么样, 品尝一下这新鲜的三只儿吧。 我话还未说完, 刘薇薇就差点抱着我吐了出来。 她狠狠掐了我一下道, 残忍加恶心, 合成两个字, 无耻。 我渐渐一笑, 你不是叫我小耗子吗? 我让你吃我的同类, 还不行。 刘薇薇薇撇了我一眼, 丝毫不害臊道, 那你刚才还吸我的奶呢? 难不成我就是奶牛了? 我脸色一红, 果断不跟她吵。 在酒店里面吃过饭, 我们两个就回到房间里面休息。 刘薇薇白天睡过, 所以她并不困, 而我这几天闲来无事, 再加上前一段时间在医院里面养伤, 睡了将近半个月, 所以也不困。 不知怎么提起话查, 刘薇薇跟我说她这两年经历的点点滴滴, 从非洲大象说到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蒙古包, 从占地上的见闻说到塔利班对美国人的残酷, 种种见闻, 让我惊讶不已。 说了很久, 不知道怎么, 我渐渐睡着了。 刘薇薇看着睡着的我, 抚摸着我的脸颊, 笑了出来。 她慢慢从我怀中挣脱出来, 来到酒店房间的书桌前, 将台灯打开, 拿出一张纸, 提起笔写了一封信。 然后看了看睡熟的我, 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 然后就离开了酒店。 她那张纸上面写道, 小耗子, 我思考了一下, 还是决定不辞而别。 姐姐我之所以走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你不可能给姐姐我未来, 让你娶我, 绝对不可能。 你属于孙小青, 即便孙小青不要你了, 你也不属于我。 我就是一个大女人外表, 小女人性子的女人。 甚至有时候还有些孩子气, 所以我能够选择的, 也就只有离开了。 第二个原因呢, 则就有点孩子气了。 我思考了好几个小时, 你说我临走之前, 做点什么事情, 能够让你感动得稀里哗啦呢? 最终, 我得到了一个答案。 那就是, 本姑娘被你睡了, 然后在深夜不辞而别, 你醒过来之后, 心中感觉愧对本姑娘。 茶不思饭不想, 一个月瘦了十几斤。 写到这里, 我就忍不住笑了。 还是本姑娘高明啊。 弹指尖轻松解决千军万马, 我就好像是那正在弹琴的东方不败一样, 任凭你是何方妖魔鬼怪, 在本姑娘的十六群下, 还不得败倒。 嘻嘻, 小浩子, 你别担心我。 我不是去上战场, 也不是去寻死觅活, 更不会再回CCTV。 当然, 我也不会去周游世界, 因为我没钱, 我是个穷笔。 哎, 说多了都是累, 我要是能一年赚个好几千万, 我估计做梦都要偷笑。 上学时代, 看那些狗血言情小说, 女主随便找个男朋友, 身家都是成千万, 上义。 那时候就感觉, 姑娘我肤白貌美, 大胸细腿, 上得了高床, 下得了厨房。 将来找的男朋友, 一定不比小说中的差。 结果, 本姑娘, 我从小到大, 连一次恋爱都没谈过, 最后就折到你手中了。 我对你呢, 不爱, 只是喜欢, 就好像是初恋的味道一样。 当然, 不是妙恋忧酸乳那样的味道, 反正我可不是一生君, 我是一个活人。 反正味道就是那样吧, 我也写不清楚。 淡淡地喜欢你, 也知道我们两个走不到一块, 我在叙利亚的时候, 原本以为我都要死那儿, 结果你却赶了过去, 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英雄就美。 当时我感动得稀里哗啦。 哎呀妈呀, 有这样的男人, 我就嫁了吧。 后来一想, 还是算了, 我要等着身价百亿的高富帅来娶我, 你这一米七五的身高, 注定当不上高富帅。 所以呢, 本姑娘还是选择离开, 让我对你的这种喜欢, 都去喂狗。 其实你不知道, 我是属猫的, 你是属老鼠的。 所以, 姐姐我总是喜欢欺负你, 不过我这只肉滚滚的大花猫, 有洁癖, 不吃满身肮脏的小白鼠, 所以你应该懂了吧, 我只能将你拿去做成三只, 让人吃了。 说了这么多, 废话连篇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想说。 小耗子, 我不爱你, 可是我却喜欢你。 我走了, 你别替我担心, 我不去叙利亚, 我也不去CCTV, 我要去找个山清水秀, 民风淳朴的地方。 当一个人人都爱戴的职业, 老师, 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姐货也。 嘻嘻, 我也能拽两句古文了。 第77章, 和霍华德会面。 我在第二天醒来, 看到这封刘书兴致一样的纸, 顿时有些傻眼。 说实话, 刘薇薇的性格比我还要跳脱。 我做任何事情, 最起码还经过思考, 而刘薇薇做任何事情, 从不思考。 她是那种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的洒脱女子, 就好像是驰骋在草原上面, 手中挥舞着皮鞭, 脚踏枣红色大马的女人。 我挠了挠头发, 事情已成定局, 既然无力回天, 不妨以笑容来应对。 最起码, 她在最后提到了, 她要去当老师。 我拿着这封信, 来到窗前, 看着高楼下面车水马龙的都市。 思考了好久, 最终还是将这张纸折成一个纸飞机, 丢了出去。 纸飞机顺着高楼, 慢慢飘飞, 呼上呼下, 就好像是刘薇薇这个人一样, 永远都是心怀梦想, 永远都是那么朝气蓬勃, 而且还永远那么鬼灵精怪, 让人捉摸不定。 刘薇薇离开了, 我的生活还要继续。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离开的时候很匆忙, 等她稳定下来之后, 就会主动与我联系。 我也不必去因此牵肠挂肚。 霍华德在中午时分,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她在后天将到首都来, 到时将会与我会晤。 我睿智一笑, 点头答应, 并且联系上了孙友波, 让孙友波将话5交给霍华德。 其实霍华德来首都, 只不过是为了向张天明 以及上面那些人 宣告我手中的底牌罢了, 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别做错选择。 三天后, 霍华德抵达T3行站楼。 我安排了一辆红旗轿车 将它接到钓鱼台国宾馆, 那里早已经安排好了房间。 经过短暂休息之后, 我们两个在国宾馆饭店里面 简单吃了一顿饭。 由于时间已晚, 我就安排霍华德休息。 第二天一早, 我带着他游览了长城、 故宫等景点。 晚上依旧在国宾馆用餐, 晚餐后, 我们两个会谈了长达三个小时。 第三天一早, 霍华德登机离开, 飞往华盛顿。 流程就是这样, 我们两个实际上 并没有太多话要说。 毕竟我们不是两国元首, 我们两个只是就续国的事情, 交流了一下最底层的意见和方向。 只不过, 仅仅是这样做, 就足以达到了敲山震虎的效果。 因为, 在霍华德离开之后, 老狐狸就在电话里面将我怒骂了一顿。 我知道, 他这是高兴。 北戴河夏季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老狐狸能在会议前膝手中捏到一张底牌, 这种感觉应该很不错。 而张家方面, 更是直接销声匿迹, 没有再传出任何消息。 所以, 我决定离开首都, 离开首都的之前, 我到全聚德给孙小青和奔奔买了一只烤鸭带回去。 回到久违的家中, 孙小青依旧是那么甜蛋, 而奔奔对烤鸭的热情度 比对我高。 我还未将烤鸭拿出来, 小家伙闻着味儿就走了过来, 身后还跟着鱼鱼。 这一人一宠, 现在在我家可真是一把。 好家伙, 鱼鱼自从那次生病之后, 饭量俱增, 体重短时间之内直逼奔奔的五分之一。 要知道, 小家伙可是一个胖子啊。 孙小青将烤鸭切片, 让奔奔和鱼鱼吃。 一人一猫窝在沙发上面, 奔奔吃一块, 喂给猫咪一块。 以前这猫咪只吃猫粮, 跟了奔奔之后, 就成杂食动物了。 别管是什么零食饭菜, 还是什么馒头油条, 只要是奔奔吃的东西, 鱼鱼全都吃。 要不然, 这一人一宠, 也不会那么胖了。 看着这两个可爱的家伙, 孙小青问我, 事情处理完了吧? 我点了点头。 孙小青沉思了一会儿道, 处理完了就好。 我转头说, 最近家里有什么事情吗? 我这么长时间没在家, 不太了解, 要是有事情需要我出面, 你一定不要瞒着我。 孙小青摇了摇头, 痴痴笑着说, 我就养一个奔奔, 还能出什么事情? 我耸了耸肩, 有些为孙小青的幽默感自豪。 这段时间, 的确发生了许多大事, 首先就是福地花园项目, 一些预售的房子, 已经销售空了。 这些事情, 有刘继扬和江萧打理, 自然不会出错。 其次就是, 三牛地产, 接连受到媒体好评, 媒体们将三牛地产评价为 有良心的地产商。 这些只不过是宣传手段而已, 不足为奇。 再个就是, 由于我的崛起, 我的一些产业也随着水涨船高, 比如说黄埔赌场。 现在赌场每天的生意都十分爆满, 每天的营业额有以前的三倍之多。 再个就是, 夜色撩人酒吧这些产业的营业额连续翻番。 而我的大学, 校长亲自联系我, 想要我在九月份新生开学典礼上 为学生做演讲。 我思考了一下, 就答应下来。 尽管学校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 但是毕竟是我的母校。 我在这里揭示了三个兄弟, 这就是一生宝贵的财富。 最让我意外的是, 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洋洋将她的包子铺开张了。 包子铺的名字叫 妈妈喂汤包美食城, 煮做汤包。 我去吃过一次, 味道十分香。 而且, 无论从环境还是各方面来看, 都做得十分不错。 简单了解了一下, 就知道, 洋洋他们每天的营业额, 已经达到了盈利的标准。 这不足为奇,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生意作变, 不如开饭店。 民以食为天, 谁都离不开吃饭。 而在物质丰富的今天, 美食就成了一些人的追求。 能够将一个包子做好, 就能够赚到大钱, 这就是经商的理念。 不过若想成功, 还必须要有一些机遇。 天底下卖包子的很多, 但是出名的却很少。 天津狗不理, 台北顶太风, 登风小笼包, 种种云云, 数不胜数。 不过很显然, 洋洋有自己的思路, 我也就不多加干预。 看到洋洋的生活, 走向好的方向, 我真的挺欣慰。 而且, 洋洋的母亲, 也因为洋洋开了店, 有了工作可做, 开心得不行。 现在跟人提起女儿, 脸上背有面。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我心中也很高兴。 唯一让我有些无奈的就是, 老三在美国的治疗, 并不顺利。 老三的生命体征, 一直在时段时序。 美国动用了最先进的医术, 而且, 小南也在一旁呼唤老三, 但是老三就是好不过来。 心脏上的创伤让他一直在濒临死亡边缘, 每天24小时都需要挂着吊针, 躺在病床上面, 呼吸机就没有从脸上拿下来过。 有一天, 消息传来, 老三的病情又加重了。 小南整日以泪洗面, 霍华德也束手无策, 他甚至都向我表示, 老三有可能死亡。 有一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面有一个老人说, 让我去监狱里面见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叫鬼谷清明。 醒过来之后, 我感觉到脑袋疼痛无比, 但是对于梦境, 却记忆犹新。 在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之下, 我找到了这位鬼谷清明。 第78章, 老神仙。 在梦境中, 鬼谷清明告诉我他在杨浦区嫩江路五角场监狱里面。 我没有多想, 起床之后开着车就到了嫩江路, 到了监狱里面要约见鬼谷清明。 可是监狱武警却告诉我, 鬼谷老先生今天不见客。 听着武警恭敬的话, 我有些惊讶, 正神问道, 不见客? 难不成整天有很多人来见他? 武警看着我的无知, 露出了一个鄙夷的表情, 要见鬼谷老先生的人, 都已经预约到一个月以后了。 我正准备再问, 一个穿着囚犯装的小青年走了过来, 直接往武警的桌子上一坐, 拿起桌子上的烟, 抽出一根雕在嘴里说, 老张, 今天没见鬼谷先生的人吧? 老先生说, 今天有人找他, 让我过来接客。 小青年话音刚落, 我就正在原地。 难不成这世界上真有料是如神的老神仙? 我不信鬼神, 可是今天这事情实在让我有点招架不住。 如果说是别人骗我过来, 故意坑我的, 那我肯定要拂袖离开。 可是, 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梦, 然后过来找这个人的, 这着实让我有点后怕。 狱卒更是一拍大腿, 叹了口气道, 老神仙不愧是料事如神啊。 说完, 狱卒将嘴里的烟往地上一丢, 踩灭指了指我说, 就是他, 他刚到这里, 说是要见老神仙。 小青年, 小青年瞥了一眼我, 对我说, 跟我走吧。 我跟着小青年进了监狱, 小青年十分健谈, 对我说他叫徐承杭, 是鬼谷清明的弟子。 原本一年前就可以出去了, 但是为了老神仙, 又犯了点事进来, 准备在这里面给老神仙送中, 不过老神仙可不会死, 老神仙是要长命百岁的。 徐承杭跟我滔滔不绝地说着鬼谷清明的事迹, 我心中更加疑惑不已。 到了位于监狱后面一座小房子前, 徐承杭让我等着, 自己亲自上去敲了敲门, 进去跟鬼谷清明说了两句话之后, 就示意让我进去。 我走了进去, 看到这是一个颇有古风的房间, 房间装饰以竹子和红木为基调, 墙上还挂着装表好的墨宝, 一点都不像监狱。 而在正中央, 一个一米六级的老头坐在那里, 老头有点邋遢, 不过眼睛却是透亮。 看到我进来, 老头起来请我坐下, 并且让徐承杭离开。 回过山老头坐下来对我说, 久等了吧, 嘿嘿, 住在监狱里, 身不由己啊。 我并没有打算跟着老头过多攀谈, 而是直接道, 我昨晚上做了一个梦, 那个梦。 我话还未说完, 老头就摆了白手道, 跟我无关, 你梦到什么那都是天意, 你能过来那就是缘分。 那老先生既然知道我要来, 要跟我说些什么呢? 这老头有点神秘, 我心里面有些畜, 所以并没有因为老头的无赖而生气。 鬼谷清明抚恤对我说, 本人姓王明忠, 大名王思景, 你知道我是谁了吧? 我脑袋中一震, 吃惊道, 你是老三的家人。 鬼谷清明咧嘴一笑道, 不错, 我是老三的爷爷, 年轻的时候, 跟着村里的老人学了两手, 改名鬼谷清明, 行走江湖多年, 后来得罪了人, 被关到这五角场监狱, 一关就是二十年, 监狱长都换了五个礼。 我震惊不已, 鬼谷清明对老三的情况这么了解, 绝对不可能再说假话。 我感觉到有些神奇, 我并不是唯神主义者, 也不是唯物主义者。 但是在农村从小的熏陶, 让我相信了有命像这一说, 莫非眼前这老头, 就精通识认命像。 鬼谷清明沉吟了一会儿, 对我说, 想要救老三, 只需要让老三引下无根之水即可。 我心中更是矩阵, 我还没有问老三的事情, 这老头就已经说了出来。 世界观被冲击的感觉, 实在太震撼了。 我咽了一口唾液, 问老头, 老先生, 我想让您帮我看看像。 老头邪逆我一眼, 对我说, 老头子我可不会看像, 你还是请回吧。 说着, 老头就站了起来, 将我赶走, 我有些无奈, 离开小房子站在门外, 脑海里面还在想着今天发生的事情。 想着昨晚上那个奇怪的梦, 又想着老头子的话。 这老头是老三的爷爷, 叫王忠。 而老三则叫王猛, 这绝对不是巧合。 我心中告诉自己, 刘备还有三顾茅庐呢, 我也应该厚着脸皮, 活神仙可不好找。 我转身又走进了这栋小房子, 让我有些意外的是, 老头子这次竟然没赶走我, 而是给我倒了一杯茶, 笑着对我说, 其实老头子我不会看像。 你, 我有些无语。 鬼谷清明抚摸着山羊虚说, 一般来找我看像的人, 我都要收个几万块钱。 在监狱里这十几年, 老头子我也赚到了不少钱。 能在这大上海买一套房子都用不完, 监狱长抽小熊猫, 我都抽特供中华。 来找我问事情的人, 从富豪到高官, 全都不一等。 可是你知道老头子我在他们身上, 都看出了什么来了吗? 我摇了摇头。 鬼谷清明嘿嘿一笑, 露出一口大黄牙说, 看到了心魔。 我眉头一皱, 鬼谷清明说, 魔有心生, 人有光明的一面, 也有阴暗的一面。 想要成功, 我送你一句话, 克己慎行, 努力奋斗。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同样挫折也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你的命格到底是什么样, 归根结底, 还是你说了算, 如若要别人说, 嘿嘿, 那就先掏钱吧。 我想到了三个字, 老顽童。 我犹豫不决, 毕竟昨晚上我可是实打实做了这个梦, 让我来找他。 难道梦境也会骗人? 我刚想发问, 鬼谷清明就又下令将我赶走了。 我揣夺着老头子的话, 离开监狱。 如果说他真是个骗子, 那他为什么要住监狱, 而且还住这么长时间? 如果他不是骗子, 那昨晚上那个梦要怎么解释? 我现在唯一能够相信的, 就是, 他是老三爷爷这句话。 至于他所说的无根之水, 这有点扯淡。 西游记我看过, 无根之水就是雨水。 仔细思考了一下。 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给小南打了一个电话, 让小南接一点雨水, 让老三喝。 离开监狱之后, 这件事情我也没往心里去, 毕竟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命相一说的话, 那为什么那些算命的人不给自己改改命? 反而用看命相来收钱呢? 再说了, 前两天不还刚打掉了一个亡灵吗?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两天之后, 霍华德传来消息, 老三生命体征已经稳定下来。 听到这个消息, 我十分欣慰。 可是同时, 我的脑海中像是触电了一样, 矩阵一下。 难道? 我飞快开车赶往五角厂监狱, 要见鬼谷清明。 可是却接到了一个消息, 鬼谷清明在两天前死了。 也就是, 他在刚刚见了我之后去世了。 第79章, 法老王权杖。 这世界上有些事情永远无法解释, 神是众口相传之下出现的, 诡异是如此。 可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命相学说, 却总是那么神秘。 让人捉摸不透, 也无法捉摸。 不过对于我来说, 老三病情好转, 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消息。 从监狱离开, 将车窗打开, 夏日炎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 热浪逼人。 我赶紧将车窗关上, 将车内的空调打开, 这才好受了一些。 突然间接到了一个电话, 我拿出来一看, 顿时吓了一跳, 竟然是黄子龙的电话。 我赶紧接听, 电话里面传来黄子龙爽朗的笑声, 好老弟呀, 在上海吗? 肯定在了, 我又不是什么大盲人, 哪像黄哥您一样, 整天飞来飞去。 我说, 黄子龙笑着说, 你就别打去你黄哥了, 怎么样, 方便见一面吗? 成, 黄哥您在哪儿, 我去见您。 我随口说, 黄子龙说了一个地址, 我挂断电话, 心里面在揣度, 黄子龙这时候见我干嘛? 按理说我跟他的合作, 也就只有福地花园这个项目。 现在这个项目已经进入了平稳期, 只需要坐着等钱就行了。 当然, 我还有个项目和黄子龙有关系, 那就是澳洲生态项目, 不过这个项目不归我管。 夏宛玉在全权负责, 我也没什么办法帮他。 不过听说, 他已经和夏宛玉谈拢了, 这个项目也有他的一份。 想着这些, 我赶到了一个会所里面, 我到的时候, 黄子龙已经泡好茶了, 我落座之后, 黄子龙笑呵呵打趣我道, 好老弟呀, 你最近在中东, 可是干了一件大事, 这几天没见, 哥哥我可都跟不上你的脚步了。 我文言一正, 赶紧附和道, 哪里哪里, 我只不过是小打小闹, 歪打正着了而已。 黄子龙和我一番寒暄之后, 才品了一口茶说, 好老弟, 我是做海上生意的, 我的船队几乎每天都要经过苏伊士河, 和中东那群疯子也接触过一些。 虽然现在, 他们不敢明目张胆抢劫, 但是经过那里的时候, 总是要给个三瓜俩枣, 东西尽管不多, 但是日积月累下来, 倒也能成为一笔可观的财富。 说完, 黄子龙喝了一口茶。 我心中冷静分析黄子龙的话, 他话中的意思是, 要让孙友波帮他的船队顺利通航苏伊士附近的海域呀。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情。 苏伊士毗邻红海, 而红海则毗林亚丁湾。 这一带海域有十几个国家, 盘根交错, 行情复杂。 他的船队每一次经过的时候, 少一个三瓜俩枣, 自然可能。 但是想要让孙友波来帮他的忙, 来保护他的安全, 恐怕是不行。 续国的事情, 孙友波都分不开身, 更何况是海上的事情呢。 不过我并没有着急, 而是听着黄子龙继续说。 黄子龙喝了一口茶, 扎巴了一下嘴巴道, 听说老弟在附近有人, 我想请好老弟给哥哥我帮个忙。 老弟我最近有一艘船在埃及被人给扣了, 一条船和几十条人命都在船上呢。 老弟要是能将船抢回来, 船上的东西, 我分文不要, 全都送你。 我眉头一皱, 感觉有点新鲜。 直觉告诉我, 这艘船上的东西一定不简单。 我笑着问, 那这船上是什么东西呢? 黄子龙拿出一艘船舶铺面图, 指着吃水线下面的一个船舱说, 在这里有一个隐藏的船舱, 这里面存放着一件文物。 什么文物? 我警惕问道。 黄子龙又喝了一口茶, 神色凝重道, 法老王权杖。 我深吸一口气, 吃惊不已。 黄子龙说, 我这艘船去的时候, 拉着一船国内的商品, 总价值几千万。 到目的地之后, 对方却没有将货款给我们, 而是将那根从盗墓者手中抢来的权杖给了我, 结果没出红海, 就被一伙人给扣了船。 现在, 船员在船上已经度过了将近半个月, 船上的东西即将被吃完。 所以我还想请郝老弟帮这个忙, 我只要船和人平安, 那根权杖就送给郝老弟了。 我心中呵呵冷笑, 埃及金字塔是埃及的国宝, 法老王更是国宝中的大熊猫。 现在拿到了权杖, 能不能卖出去还是个问题。 如果一旦被曝光, 那可就真成了众矢之地。 不过, 这似乎是一个有趣的游戏。 黄子龙见我不说话, 又拿出一个海面图, 指了指埃及和苏丹交界处的海域说, 船舶在北纬21度, 东京37度, 如果老兄你感兴趣, 还希望能够帮哥哥, 我这个忙。 我沉思了一会儿, 看着黄子龙, 心中露出了一个笑容。 这件事情的确匪夷, 但是却不难理解。 黄子龙拿到手一个烫手山芋, 他不敢请求国际援助, 而且估计, 扣传这伙人和跟黄子龙合作那伙事同一伙人。 所以也就是说, 他被人阴了, 别人不但吞了他的货物, 还想拿回权杖。 黄子龙迫不得已之下, 才想到了来找我, 让我帮忙, 哪怕是不要权杖, 也要痛击敌人。 想到这点, 我端起茶杯, 对黄子龙说, 黄哥, 既然你这么看得起我, 那这忙我就帮定了。 黄子龙尴尬一笑, 举起茶杯道, 以茶代酒。 黄子龙又和我说了一些具体情况, 我就离开了。 离开之后, 我将这件事情仔细分析了一遍。 感觉这件事情的确可行, 而且风险还不大之后, 我就拿出卫星电话, 给孙友波打了一个电话, 将事情跟孙友波阐述一遍之后。 问孙友波怎么看, 孙友波沉思了一会儿道, 难说, 我手上没有船。 我嗨嗨一笑, 道, 要船不是好找吗? 我将俄罗斯最鬼米亚的联系方式给了孙友波, 让孙友波联系米亚, 让这家伙弄船。 我说完之后, 孙友波就挂断了电话, 并没有打算多和我说一句话。 不过很显然, 这个爱好刺激的家伙, 答应了。 孙友波还未出发, 又一个消息传了出来。 林国庆被正式任命为华河市市长, 伴随着这道任命, 出现的是北戴河聚会的开始。 老狐狸轻装剪从, 从浦东出发, 飞往首都, 在北戴河度假。 我想他手中有我的底牌, 这一次在会议上, 应该会轻松许多。 老狐狸去北戴河度假的时候, 又有一个好消息传了回来。 老三由于病情已经稳定, 经过小南一再要求, 霍华德同意让老三和小南回国治疗。 当然, 为了让老三回来, 我也给霍华德打了一个电话, 畅谈了一下我们两个的美好合作。 以及老三对我的重要性, 霍华德是一个聪明人, 同时他也知道那只飞翔在空中的鹰, 对我的重要性。 他更知道我在利用它。 不过似乎他很乐意让我利用。 其实, 说简单一些, 我们这是互相利用。 不过不管怎么说, 老三总算是回来了。 第八十章, 老三的病情。 老三被安排在飞机的特制病床上, 有两名医生陪护, 小南随机回来。 飞机从华盛顿起飞, 经过一个昼夜的飞行, 远洋客机降落在浦东机场。 我已经联系好了交大副院的病房, 老三依下飞机, 直接被安排上救护车, 有美国来的两名医生陪同将老三送往交大副院。 飞机降临的时候, 是晚上十一点钟, 老三被送往交大副院检查一下, 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反应之后。 我才长输了一口气, 找两名美籍医生了解一下。 才知道, 老三刚被送往美国那一阵时间, 真的很危险。 他心脏上的创伤让他一度生命体征停止, 吓得医生们那几天都没有睡好觉。 几天之后, 小男将临华盛顿。 老三的病情才慢慢稳定下来, 在后来, 病情竟然奇迹般地慢慢康复。 医生们都难以置信, 还专门为老三的病情开了一个研讨会, 研讨为什么老三能够在伤这么重的情况之下, 还能复苏过来。 最后, 这些世界顶级的专家得出了一个结论, 强大的生命力。 安顿好老三, 我陪着小男出去吃饭。 小男依旧不爱说话, 这些天我也找人调查过。 小男并不是哑巴, 他应该是患有自闭症的人群。 自闭症导致他产生了语言障碍, 而且对于外界人有一些抵触。 如若我和老三不是朋友, 估计小男见到我, 都不会理我。 自闭症并不等于傻, 相反患有自闭症的人都特别聪明, 所以小男在对人对视的时候, 总是看上去十分冰雪聪明, 惹人怜爱。 回到国内, 小男胃口似乎也不错。 吃了一小碗米饭, 然后就坐在哪里不吃东西了。 我沉思了一会儿, 问小男, 在美国怎么样? 小男沉思了一会儿, 露出一个笑容, 表示很好。 思考了半天, 我还是说出了我心中的想法, 小男, 你和老三是不是经历过什么? 我感觉老三不像是一个傻子, 如果你们经历过什么, 你不妨对我说说, 我们一起将老三的病治好不也行吗? 这些天我一直在调查询问老三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在叙利亚的见闻, 让我知道老三绝对不是一个傻子。 但是为什么他从表面上看过去, 却像是一个傻子? 而且我初次见他的时候, 他实不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 那种铁血硬汉, 和后来在公安局里面疯狂, 真的就好像是一个傻子一样。 这种情况, 很不正常。 小男听到我这么问他, 顿时眸子一紧, 有些唯唯诺诺。 他犹豫了好大一会儿, 然后从包里拿出纸盒笔, 写下一句话, 我们受过伤。 我眸子一紧, 想问小男他们受过什么伤, 可是仔细一想, 恐怕小男不会对我说。 我思考了一下, 说, 那我带老三做一个检查, 你在意吗? 小男微笑着摇了摇头。 两天后, 我找到了焦大副院心理科主任医师, 让他调查老三, 为什么有时候会表现很聪明, 有时候却表现得很躁狂, 而且总是一副傻乎乎的表情。 主任医师和老三会谈了将近三个小时, 然后又给老三做了脑部CT, 最后, 主任医师将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面。 主任医师递给我一幅脑补CT图, 然后对我说, 你看看他的小脑, 普通人的小脑, 只有一部分, 而他的小脑, 却比普通人大三分之一。 小脑参与人体躯体平衡和肌肉张力的调节, 以及随意运动的协调。 他的小脑特别发达, 你知道我想到了谁吗? 我摇了摇头。 主任医师说, 我想你应该看过电影《阿甘正传》, 里面的阿甘就是小脑发达, 从而特别适合运动, 依靠着打橄榄球进入大学。 当然, 电影有一部分夸张, 但是他的情况和阿甘差不多。 那他是个傻子吗? 既然不是傻子, 又为什么有时候那么聪明? 我疑问道。 主任医师理了一下眼镜说, 从生理学角度来说, 他一定受过什么重伤? 而从心理学角度上面来说, 他一定受过什么情伤? 这两种伤害相交在一起, 就让他成了现在这里。 而且,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的傻语造狂, 只有在发怒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而在平常时候, 他除了表情木讷的一点, 应该和平常人都一样。 我震惊无比, 主任医师的一番话, 简直就是说中了老三的一切。 我斟酌着说, 那他的这种情况, 还能治吗? 主任医师摇了摇头, 十分无奈道, 这种情况十分罕见, 而且终生不可治疗, 唯一能做的事情, 也就是让他不要发怒。 我想, 这应该很简单, 让整天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女孩, 时刻陪着他, 他就不会出现造狂情况。 我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离开了主任医师的办公室。 既然知道了老三的病情, 我也就不为他担心了。 只要不让他发怒, 他就是一个沉着冷静的智慧人。 不过, 似乎他跟着我之后, 并没有发过怒。 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预兆。 大概过了几天之后, 老三受伤了将近两个月后, 终于能够下床了。 能下床之后, 康复的速度快了许多。 仅仅是几天之后, 老三就出院了。 老三出院这几天, 老狐狸也从首都回来了。 老狐狸整个人是意气风发, 满面红光, 看得出来, 这一次, 他因为我手中这张底牌, 将自己的政治生命又延长了许久。 老狐狸将我叫到了小红房子里面, 丢给我一包钓鱼台硬和锦泰兰, 我接到手中一看, 嘖嘖称其道, 我住国宾馆的时候, 怎么没有这种烟? 说着, 我抽出来一根, 点上吸了一口。 很醇香, 而且回味一下, 还有一股甜味, 燃烧非常慢。 老狐狸也点上了一只说, 吸烟有害身体健康, 但是烟又不能不抽, 所以就有了这种烟, 过滤嘴长, 味道不重, 那些领导们都乐意抽。 我咧嘴一笑说, 我还是感觉红霜喜味足。 老狐狸摆了白手道, 不说这个, 跟你说一件事情, 你最近注意一下。 你和姓夏的那个女人, 最好联系一下, 能让她回来, 就让她回来一次。 澳洲的那个项目, 这一次被放到了重要议题上面, 那个女人现在成了重点人物。 我眉头一皱。 老狐狸见我正神, 笑眯眯地说, 现在那些三十多岁 没有妻子的红三代, 都将目标放到了 姓夏女人的身上, 尽管她曾经有过婚姻, 但是架不住 她手中的项目诱人啊。 要知道, 这些人可比你成熟有事多了, 你在人家的面前, 自残行贿都没份。 所以如果现在有机会, 你最好能抓住她。 这些人的能够找到她, 在凌晨中摩川内, 或是在凌晨中摩川内。 这些人现在有充满可坡的疯狗, 都将会放在暂时中有一点很厉害。 你像我一样其中一样, 一眼的脸就会是一个庾问。 然后在护华上身下宴上门, 感谢观看